大家好,我是Wildy 今天想讲讲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教 和真实的旧主是怎样 关于Mabel Yeap,方力申的新女朋友 这件事可能已经营养了有四五天到一个礼拜 但我始终觉得身为一个信徒都要讲一下这件事 我刚才欣赏Mabel Yeap很有勇气地 在阳光底下指证邪教教主,正名色 他当中有很大的牺牲 但我想讲讲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教 在基督教的角度,福音派,基督教的角度 异端就是说那些是cult 他们是不跟从福音派的圣经解读 最主要的解读是利用新教的角度 就是马丁路德金的唯读圣经 唯读相信,唯读信心 如果不是这三个重要的principles 走歪了,譬如你要信第二本圣经 或者譬如除了耶稣唯一救主,还有其他救主 这些就是通通为之异端 这些异端都是信圣经的 但是他除了圣经以外,还加一些东西 或者减一些东西,就是异端 那怎样为之邪教呢? 骗财骗色就是邪教 我以前90年代上教会 那时候福音派教会里面 都会学习如何分辨 最简单就是骗财骗色 而且他们不单只是在韩国异端 其实你去到美国那些异端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共通的伎俩 就是将当事人断络 令到他disconnect了正常的normal life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他disconnect了正常的normal life的时候 即是跟他的父母和朋友断络了关系之后 唯一的倚靠就是倚靠邪教 很容易再帮他洗脑和思想控制 因为你已经没有朋友了 你唯有被迫住 就要跟邪教里面的中人 邪教的系统 就是一起生活了 很多时候他都是要你搬来家 然后跟他们一起住 正正的maple yip 就是有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学生很纯情 想着一心去那间教会 怎知道那间教会就是 根本是愚囊似乎 我不知道有没有骗财 但骗色就当然了 他删得这么标志 如果听回他的新闻发布会里面 起码我数到2018年开始 虽然他2020年暂时到了魔爪 就因为说有疫情就回到香港 但最后召回去 他这么标志 就是第一个受重行 所以他都很凄凉 他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都要假扮无事 因为随时真的没命 假扮无事被人侵犯一次的时候 就去拿回一些证据 可能录下录音 然后在新闻发布会那里 爆他大件事 之前Netflix那里说 已经是有什么奉神之名的一个series 那时候没有兴趣的 其实有些异端或者邪教 我应该是邪教 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有 但是 正正就是不知为什么 总是有很多事情 改头换面的时候 他就会死灰復燃 所以就要再提再提再提一次 重要的东西说三次 骗财 骗色 和那个disconnection 他的伎俩就是要 令那些受害人和他的家人朋友 断绝来往 你只可以倚靠邪教教主 和那个组织 是非常之不致和很危险的 当你要奉献你的钱 过去的时候 那你怎么生活呢 你没有靠他 当是断了六亲的时候 没有朋友的时候 那你又是倚靠他才有朋友 所以是很凄凉 那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 叫不幸中的大行 因为Mabel叶就是醒觉了 还有现在可以指正 当面指正 那 但是 我也是说过了 即日光之下无身事 始终 在有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重新包装我的时候 这些异端邪说 这些邪教 奉神之命 或者是 再来的救主 又会再出现 那 所以我现在要说 就是圣经的旧主的概念 是唯独主耶稣 所以 为什么刚才唯独圣经 唯独耶稣 和唯独信心 那么重要 其实耶稣已经是一早预言过 末世的时候 有人没有他的名称 有人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 这个预言是很厉害的 但是同一时间就是 你真的要听耶稣的说话 看耶稣的说话 你自己思考 就不要純粹接收别人的二手信息 自己确认 不要純粹 你不是要靠其他功德 你不需要奉献自己给他教主 大哥 不要这么傻 你是要奉献给主耶稣 真神 但是你不是只是奉献肉体 不是性 而且我们会按信仰系统 看圣经里面 耶稣都不会搞女信徒 不要玩 你看圣经所描述的耶稣的时候 你就认识到真正的耶稣是怎样的 你看看耶稣的教训的时候 你就知道耶稣真正的教训是怎样的 他都没有说 没有说会有第二个代表 就是韩国人 不要玩 救主唯有犹太人 犹太裔 犹太之派的男性 那个才是真的 世主 唯独是耶稣 所以就算有另一个犹太人 另一个男人 说是犹太之派也好 那个都是流的 假的 OK 那 没什么时间 那就 不说这么多 可能再下回再分解 所以总结来说 就是 异端 就是 不跟从圣经的解读 不跟从福音派解读 加多一点 减一点 就是异端 去到邪教就是 骗财骗色 和disconnection 那如果真够主 就是唯有耶稣 没有的了 他再来的话 都是耶稣 不会有其他代表 不会说什么东方闪电 什么女基督 又不会说韩国邪教 我就是再来的救主 那你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我自己都是可以的 那我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我没有復活 没有的嘛 那所以要跟上圣经的教导 自己看 自己fact check 就没事的了 人人做fact checker 就没事的了 OK 那如果喜欢以上的分享 请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谢各位 拜拜 感谢观看